阿咪 9月4日 住在马接巴鲁敬老院的慈祭照顾妇 邱桂英阿嬷 走完87年的人生旅程 是吧 早上 早上来打烧那个草啊 我这样抱着 要抱着 你一个人抱着 邱桂英阿嬷生前无依无靠 虽然接受慈祭的帮助 平日里她还是做环保和种菜打发日子 我要想种菜嘛 要没有事做嘛 都在家里很闷嘛 哎呀 我不愿意去种菜 用种一下 邱桂英阿嬷省吃俭用 舍不得多花一毛钱在自己身上 来自己帮助传闻家的 今天拿去啦 她一再交代 往生后要把积蓄 细数捡给慈祭和其他团体 我看到平时都是很像 什么都不舍得吃和花呀嘛 因为她知道慈祭人 我们慈祭师姐一路来的陪伴跟关心 那她也看到孩子 小孩的教育 她这两方面她很重视 所以她在慈祭这一边 她有给两个part 一个就是教育的 一个就是慈善的 这是她老人家自己的意愿 没看到她笑你就开心了啦 职工的陪伴 让阿嬷的晚年不孤单 带着不舍的心情 大家给予祝福 祝福阿嬷一路好走咯 祝福阿嬷呢 就是可以往生净土咯 趁年再来啦 希望她趁年再来 跟我们一起做志工 大爱新闻 饶宜润 朱金水 钟建明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